大家好,今天教大家的海參小米粥是一個早上吃起來非常健康的早餐 這個海參小米粥對身體恢復免疫力、體能、保健是很好用的 我們多數做海參小米粥喜歡用一個漂亮的海參 這個就是美國的阿拉斯加紅海參 它有很漂亮的刺,這些是我幫客人發好的 這些刺是很漂亮的,它很細條,已經發出來八倍了 我們就比較喜歡吃這個,它不會腥,不會除味 由頭到尾的味道都很鮮甜 而且這個海參有很漂亮的海參根 我們比較喜歡吃這個海參,因為它有很漂亮的海參根 我們現在開始來做小米粥 我們避免的材料就要浸好的小米 大概浸20分鐘就可以了,然後就先煮小米 這個小米粥就不要加鹽的,我們的調味就是一個小量的雞湯 如果你自己家有自己做的就更好,我們會加很少量的雞湯 然後加一個去核的蜜棉 這個蜜棉可以多可以少,但是有蜜棉的味道很滋潤 雞蛋是後下的,這個我們稍後下的,這個我們稍後下的 這個蔥花也是最後下的,海參一會兒就差不多 小米粥的時候,提早10分鐘,我們就下下去 你吃多少碗呢,你就下多少水就夠了 煮這個海參小米粥呢,總共的時間應該是半個小時就已經做好了 只要你把小米,我們先把這個去核的蜜棉放下去 然後加我們已經浸好的小米 這個海參小米粥是很簡單的,但是非常營養的 如果你們吃過呢,就知道每天好像清豆腐那樣 將你身體的所有毒素都會清出來的感覺 還有你知道你自己身體的免疫力會很好 每天不用多,只要一小碗海參小米粥呢 就足夠令你每天的保養,幾好 這個小米粥只要去水滾之後,你就不用攪拌了 如果你說,如果你沒有時間看著它,你可以等它煮一會兒 一會兒就關火,燜一下它 這樣就焗了半小時就可以 如果我們快速就是這樣,等它煮起 就煮10分鐘,它就差不多可以 然後我們就下海參 我們將這個阿達斯加的紅海參根,我們拿出來 分開來切去 如果你做刺身就是要這樣分開做 那這個時候呢,你每個人呢 每天的份量就是三個手指寬 這樣一個人的份量,我們兩個人吃就用半條 所以一條紅海參,基本如果是這個 30個的size一磅的,就可以一條分開兩天的 如果一個人可以分開四天的 我們就要把它切薄去,就不要太薄 因為我們煮這個就是小米粥,煮的時間不會太久 切薄去,等一下小米粥可以的時候,我們就下下去 很好吃的 剩下的海參呢,不要放太久 這些開過的,那就留下明天就可以用了 我們就要把它冰好 這個紅心根,我們就切細條一點點 這個紅心根就是做海參蒸的主要元素來的 它含非常豐富的海參蒸 海參蒸對身體各方面都很好 這個海參呢,這個紅海參呢 含很豐富的膠原蛋白來的 還有它是零蛋固醇的 我們身體要補虛啊,補羊啊,補腎啊 各方面都有效果的 主要就是堅持每天吃少量 你就長期知道自己呢,感冒是很少的 還有你的免疫力強很多的 現在這個小米粥煮了20分鐘已經很綿了 如果你們是沒有時間煮的,就直接開小火蓋著它 那就去拆牙洗面出來 這個小米粥應該就對了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就開始下這些海參 我們呢,可以加少許這個薑絲下去 但是也可以不加的 那我就覺得加一點都可以調一下味 讓它早上吃,驅一下行氣 這個時候我們就下這些海參 還有這條海參根,就是有名桂花旁,非常好的 那我們的火要開大一點,讓它滾起 最少量的薑絲 不下都可以的 這個 煮這個海參小米粥呢,很簡單的 但是如果你堅持吃,身體非常之好 小米含很多維他命B的 又可以清腸胃,很好 如果你吃過,你知道每天都想吃 我們下這個雞湯是很少很少就可以了 本身它有甘甘甜甜的海參味是很好吃的 那我們這個海參呢,你就看看它發的情況了 如果我們這個海參已經發得很透呢 那我們就稍微滾兩到三分鐘就已經可以了 那如果這個海參是很硬的,你就滾久一點 我們現在開火,滾兩到三分鐘 那這個海參小米粥就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這個海參小米粥呢,我們早上呢 中老年人都不適宜用太鹹的東西 所以呢,那個鹽呢,我們是不用加的 越清淡越好吃的,早上的早餐 這個時候已經兩分鐘後,海參就可以了 很漂亮的,那我們就將它關火 因為還是不溫的 那我們就放一隻雞蛋進去 如果我們兩個人吃,就可以放蛋黃 如果你一個人吃,就不要放那麼多蛋黃 就把蛋黃拿開去 把它輕輕攪開去 邊滾著,那些水還是滾的 我們一路落一路攪著 這樣就把它變成一個很滑的蛋花 讓它讓它讓水有夠熱 我們這個時候就要加蔥花 倒两滴美极 不要多,少少调少咸味就可以 因为海芯配美极豉油就特别好吃 如果你平时就这样白灼 早上起床,将海芯白灼,点豉油就最适合 如果有些人喜欢加胡椒粉就加,我们不喜欢吃 所以就这样最清淡 这个海芯小米粥就已经很快完成了 很容易煮的一个海芯小米粥是非常健康的 每天早上是最好的一个早餐 希望你们喜欢